熊谷山區一處木造平房 清晨的三點多是傳出了火警意外 火事事煙燒得非常迅速 左林右舍睡夢中聽到爆炸聲 想趕快逃出來 而屋主全身有大概是百分之二十的燒燙傷 緊急送醫 詳細情況連線給記者蕭雅馨 熊燒火焰直竄天際 整間木造平房幾乎都陷入火海 左林右舍睡夢中聽到爆炸聲清醒 趕緊逃出 消防員到場不隨限灌咎 高雄庫山區這處巷弄內 凌晨三點多這間二樓鐵皮 紮蓋的平房發生火警 警消道場發現逃出了六十五歲 男性屋主包括雙手背 手腳及臉部 全身約百分之二十的燒燙傷 意識清楚緊急將他送醫治療 根據消防單位初步調查 其過原因疑似是當時一輛停在住宅門口 正在充電中的電動機車 突然起火 屋主試圖滅火 卻不小心受傷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以上是來此高雄的消息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